今天台北股市 应该会出现 OTC指数出现大跌过后 我相信在昨天 有很多人跟你讲说 啊糟糕了 那个国安基金要退场了 今天台北股市应该会出现 崩跌吧 结果观众朋友你回过头来看 这么多的人说 国安基金退场台北股市要大跌 但是你看到了 今天台北股市不仅没有跌 它还是创下 2月16号 也就是将近两个月左右的 单日最大涨幅 今天涨了120点 来到8652点 好所以观众朋友 好像那个行情 跟昨天很多人跟你讲的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很简单嘛 因为有很多的人 他是看图说故事 看到涨告诉你说这个行情要大涨 看到跌告诉你这个行情要大跌 基本上哦 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做 对于行情做正确研判的话 你当然没有办法做出 相对应正确的动作 好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跟你提到嘛 我说国安基金退场这件事情 是市场早就知道的 正确的来讲 昨天OTC或者是小型股的大跌 他最主要在做主流的转换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今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就如同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 国安基金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问题吗 所以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过 很多人跟你讲 4月6号当时的跳空缺口很恐怖 这是一个突破缺口 这是一个确认空头的反转 但是呢再过了几天之后 这个缺口已经被全部完全回补 而这样子回补缺口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在4月8号 也就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了嘛 我说台积电 这个台北股市最重要的全资股 他两天的时间当中 他就把缺口补掉了 那你认为指数该不该把这样子的缺口补掉 好所以今天的行情 验证了谢老师对于行情的一个看法 好但重点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去做观察 过去谢老师在节目里面 我用很简单的技术分析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嘛 你说老师 KD这种东西大家都会啊 没有错 但是你要用得好才有用嘛 你今天给你一个很复杂 但是没有用的方法 你觉得对你来讲有帮助吗 应该没有嘛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简单来讲 在今天指数往上拉的过程里面 他的一个记录指标 来到一个短线高档了 对不对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我们当然不是只有看KD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观众朋友能够理解 我们当然还是看了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好但无论如何 你看这个部分 当他来到相对高档之后 你记得谢老师跟你讲的嘛 技术面的钝化 KD的钝化 它不会发生在小时线 中短线的指标上面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来到相对高档 观众朋友 开高该不该去做追价 不应该嘛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直接跟大家讲结论 原则上行情是多头没有问题 但行情多头不会每天涨120点啊 所以原则上 在礼拜四的行情当中 这个股市如果有往上拉高的时候 你不需要急着去做追价 但是在押回的过程里面 你要好好来做一个买点的一个选择 好那我们简单行情 我们就讲到这个部分 但重点我们要拉回来啊 就是说在这个押回找买点的过程里面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重点嘛 今天行情涨了120点 有很多的股票往上涨 对不对 那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就有一些股票它是混水摸鱼 你可能分不清楚 它到底是接下来的主流 还是说它只是随之去做一些反弹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今天会有很多人 跟你提到这个族群对不对 我们这代表性的个股叫做郁金 这档个股当初我把它讲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举这一档股票 作为一个例子 那今天会有很多人跟你讲太阳能 你先把这个价格记起来 今天高点叫做25块1 那今天有很多人的讲法是讲什么 因为前一波太阳能没有涨到 所以这个太阳能就会是下一波的主流 我相信你今天盘中 大概会听到很多类似的说法 对不对 大概不一定说是提拉式主流 但都告诉你说前一波没有涨到 股票在低基期对不对 但是观众朋友我先问大家 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它到底合理不合理 如果你心中没有答案 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就知道了 这个这样子的讲法 就好像我写在这个红色这个字一样 因为他每次都考最后一名 所以这一次就该轮到他当第一名 观众朋友你觉得这样逻辑通不通 当然不通嘛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一个逻辑啊 不会因为他没有涨到 他要做落后补涨 他就会成为下一波的一个主流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其实这一辆股票我在 这个三月底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其实跟大家提过嘛对不对 我们在去年10月份 当时在股价十几块的时候 公开跟你预告 当时没有人相信太阳能会涨啊 那个时候太阳能都是利空啊 但是你看到了 他股价从15块16块 一路涨涨到36.15元的高点 但是从这一天开始 他的融资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增加 对不对 在短短大概 三个多礼拜的时间里面 他的融资增加了15000张的水准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在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怎么提到的 我说他股价虽然低 但是你要找第二季大成长的股票 太阳能的机会会落在哪里 会落在第二季的底部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把夏老师当时跟你讲的话记起来的话 我相信这个时间点 你就不会受到太阳能股 往上拉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这样子太阳能类股 会不会有个补涨的机会 你刚刚看到了 浴金今天最高点是25块1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那个时候讲的时候价格还有多少 当天的开盘价还有28块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 这个时间点即便 你说这股价继续往上弹升 了不起也是回到当初 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一个成本区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说25块到28块也是一个价差 问题是说你今天你在股市里面 你为的你要做的你要赚的 他不是只为了这3块钱的一个价差而已 对不对 最好是有一个大波段出来 至少要6块钱 230块钱的股票至少要6块钱 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基本上他不会是主流 我们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了 那你说主流要怎么去做选择 原则上我们过去这几天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 你至少第一个你要有国际股市在带 那要不然你就必须要是有 真正实质基本面的股票 这是我过去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强调的部分 好所以你说在今天的一个行情当中 有什么样的族群 他符合这样子的条件 今天这个族群也有很多人跟你提 这个族群叫做钢铁族群 好但是你看到这个部分 这个是钢铁指数今天的走势图 涨了3.08%对不对 好那今天会有很多人都在跟你讲 钢铁股啊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间点在跟你讲 你看今天其实开高往上走 你的空间上面其实很有限 那夏老师就要问大家 难道钢铁股他会成为这几天 国际股市最强势的主流 或者是台北股市最强势的一个族群 难道不能够早知道吗 当然可以啊你只要透过关键早报 你就可以比市场还要早知道这件事情 怎么讲 夏老师这样的讲绝对不是随便说说 你现在上我们公司的官网 你还其实你还可以下载到 礼拜二的一个关键早报 这个是我在礼拜二的早报里面 我提供给投资朋友的一张图卡 这家公司叫做巴西淡水河谷 巴西淡水河谷这家是干嘛的呢 它不是做海鲜的 这一家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铁矿沙 生产的一个厂商 所以这家公司够大了吧 它具有这个钢铁产业当中 具有指标性的地位 没错吧 好所以你看这个部分 它从今年1月份的一个下旬的时候 最低是2.13 涨这一波涨上来涨到4块半附近 它股价先涨了1.3倍 观众朋友你说涨1.3倍 到底它透露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是我过去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到的嘛 国际股市它会领先台北股市 然后台北股市接下来会做联动 这个就是观众朋友你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档个股 例如说像是这两个股 这家公司不可能炒作吧 这家公司要中钢对不对 你看1月份的低点是17块 17.05 涨到第一波的高点3月初是23块 观众朋友1月下旬涨到3月初 你再回来看淡水河股第一波的走势 从哪时候涨到哪时候 从1月下旬涨到3月初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KD要导致到 你看当时我们在早报里面 跟大家提到的时候 它是连续两天大涨 连续两天大涨 连续两天大涨 这两天大概涨了20% 然后昨天又涨9% 所以它三天的时间里面 它涨了三成的一个幅度 对不对 好 但是讲到这里 这个都是 但是如果我只跟你单纯讲到这里 这个叫做纸上谈兵 这个叫新闻报导 就是说我告诉你说这股票为什么涨 那基本上对于来讲没有帮助 重点是在它股票涨之前 我们必须要挑标的进场 对不对 所以讲到这个部分 观众朋友你疑惑就会来了 老师你节目我每天都看 你从来都没有讲过钢铁股 这个时候你总不会告诉我们钢铁股大赚吧 我告诉各位没有错 我们这一波的钢铁股就是大赚 你说老师啊你前面没有讲 这样没有事前 这样没有事前预告 我告诉各位 那是你不知道它是钢铁股 这家公司叫什么 这家公司叫做秦美 我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提过吧 有啦从3月25号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3月30号开牌 到现在4月13号 我们已经讲了半个月的时间了 今天这两个股 你看哦 今天是不是很多股票都谈起来 谈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问题是说 你如果是昨天急杀 今天谈起来你还是套牢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一档个股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再创下波段的一个新高 你说老师这股票怎么会是 怎么会是那个钢铁股 是啊 当时我跟大家提到什么 我说第一个它有银件 当时我在讲的时候 我们在摄影大哥就跟我讲说 我知道勤美仆真 这个有听过嘛 这个建案应该有听过嘛 对不对 好所以第一个它是银件股 那同时它最主要的本业在这里啊 它的本业是做铸件的 铸件用什么材料 用钢铁 难道用塑胶吗 而这个铸件用在哪里 用在汽车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再回头过来看 为什么这一波勤美股价能够涨那么凶 银件有没有涨 因为央行降息银件会涨对不对 然后呢铸件银铁股 有没有搭配上国际股市的趋势 有嘛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国际的银铁股大涨嘛 那汽车概念 我想这不用讲啊 这就是这一波的一个主流啊 所以你看这一波的行情 我们现在还有两笔多单 一个是28.75的 到今天35块4 你如果20张的话 就是13万的价差 你还有一笔29.35的 如果涨到今天6.05元的价差 20张他也有12万的价差 这个是谢老师过去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过的 对不对 你不要说没有啦 我在3月30号 这个日期我没有改的嘛 我都欢迎观众朋友你上 这个YouTube啊或者是这个 运通财经台的网站啊 你都可以看到 谢老师过去的节目 对不对 3月30号 我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公开 勤美这档股票 那嘴巴讲有做不行啊 我们必须要看抠讯啊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这一波 勤美的一个操作 好你看这个部分 这是3月25号 28.75元 多单进场嘛 对不对 然后后续呢 接下来做到什么 在3月28号的时候 30.5元加码一笔 对不对 然后到了3月30号 也就是我在节目里面公开 甚至是我在这个APP里面 公开的这一档个股 29.35元 一样是3月30号 对不对 然后结果你回头过来看 在后续 我们先出掉了一笔加码单 因为你把钱包口袋里面 你会比较安心嘛 30.5的初33 不要多20张 他就是5万块钱的价差 那你到现在为止 你还有2笔多单啊 对不对 那如果又是20张 20张 这个加起来就25万 3笔单加起来就30万了 对不对 好所以 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提到的 钢铁股的部分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都是一档股票换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换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们不是跟在节目里面介绍一大堆 然后叫惠恒买了一大堆 拿涨了出来讲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之前勤美的一个股价的操作 拿什么股票来换 是不是拿这档 这个新复发来换 对不对 2542的新复发 39块8的一个进场 然后 40.1元的加码 对不对 然后到这个后续 3月28号 我48块先出一笔 然后到3月29号 我全部把它出光 全部把它出光 又是一笔 46块9 对不对 短短的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它股价涨幅也大概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20的幅度 对不对 所以你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 你就一笔资金 然后做了新复发之后 然后再去转去做秦美 这样子接起来 当然啦 秦美我们有先在3月25号 先买一笔 但是后面 你看328出 329出 那一天就是我们都去加码 这个秦美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 针对国际股市 从国际股市的角度出发 甚至是我们从产业角度出发 我们找到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你看28点 这个应该到今天 28.75跟29.35 这两笔单 对不对 20张就好不要多 这个都够你缴两年的 会员的费用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时间点 你不要选择自己单打独斗 你自己回想过去这段时间 你自己单打独斗 那个操作的过程 其实有很顺利吗 我想应该没有 对不对 好但是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的 我直接讲 就是说 这几天加入的会员朋友 你会说老师 我没有买到勤美 那谢老师真的 对大家很不好意思 但是你看这股价这样子走 我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叫你做加码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错过这一档股票 或者是你是在四月份 才加入谢老师的一个会员朋友 没有关系 谢老师帮你找下一档股票 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 才有帮助 现在不是叫你去买在这里的勤美 这个时候我们等的就是获利了结 哪时候出现了高点的一个讯号 我们做获利了结出场的动作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买当初价格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勤美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刚刚讲了嘛 我们怎么样挑到勤美的 第一个你有产业趋势 第二个你有这个个股的联动 你有指标股的联动 当时是先营建股开始 所以联动的是新复发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的钢铁 巴西淡水河股的一个大涨 这个是国际股市的一个联动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用同样的选股逻辑 一样有没有国际大厂 国际大厂来做联动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这档股票 叫ReadySys 这家是工业电脑的大厂 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股价涨了50% 那你刚刚看到了 你看淡水河股涨那一波涨1.3倍 中钢可以从17块涨到22块 那同样的逻辑啊 这一波如果工业电脑的大厂 从这里开始涨 涨起来50% 这个时间点 对于观众朋友来讲 这个不就是你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而且不只是国际的股票涨 很多人讲说老师 你都故意卖弄你的 对于国际股市的知识 没有啦 即便你看不懂 那一家公司也没有关系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说 这家公司是你可以去 指标股的部分 华汉的部分 我昨天就问各位 我说洪家军大家都觉得很喜欢 都觉得是长期投资的标的 但是为什么剩下工业电脑的股王 股价在创新高 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结果你今天再回头过来看 华汉今天股价 是不是在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然后你说老师 工业电脑到底好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 如果经济不好的话 工业电脑会更好 为什么这个部分 其实我简单跟各位提 你今天 今天有一个那个新闻叫 IMF下修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对不对 到3.2% 但是你要去想一个问题 今天景气 你如果自己有开公司 你大概就知道 那个景气的反转 其实是很快的 对不对 但是你说今天 现在我订单不是很够 那我怎么办 我先把员工都砍掉 然后等到我那个订单来的时候 再把他们找回来吗 不可能 但是你留着这些员工 你是不是又有那个 所谓人力支出的费用 那你说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怎么办 怎么办 很简单啊 用工业电脑的方式 用机器人的方式 来取代人力啊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提 经济不好 其实工业电脑会更好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角度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这张股票 这是我们过去 这几天跟大家提到的 去年EPS4.45 前年3.87 我刚刚讲了 经济不好的时候 工业电脑会更好 它有国际股市的一个指标股在带 有国内的IPC的股王在带 所以今年又比去年更好的状况底下 这样子的股票 在昨天拉回的过程当中 它回到我们成本区附近 所以你如果错过了新复发 你错过了晴美 这个时候 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更应该跟着我们 好好把握这一档个股 所以这样子的股票 要怎么去做操作 不要自己想自己猜 跟着我们的脚步 同步来做一个进场 广告当中可以播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联络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各位做解析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因为这个明天其实就是礼拜四 当然你又会想说 老师今天涨120点 但是明天有台积电法术会 明天有大力光法术会 对不对 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我在讲 就是说 你如果看我节目 你根本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4月8号跟大家提的 对不对 就是我刚刚讲盘的时候 礼拜三有人告诉你导壮反转 只有礼拜五就把缺口补掉 当时我提到说 台积电是台股的领头羊 那补了缺口之后台北股市会补缺口 所以这个是前后呼应我们刚刚 所提到的大盘的部分 但是重点在哪里 对于台积电来讲 重点是法术会的产望还要讲吗 他两天就把缺口补掉了 你如果不相信 你回头过来看今天的台积电 明天法术会难道都不会有人先知道 我们就不要这样讲 这样讲好像有内线一样 难道不会有人 对于台积电的那个营收展望有预期 那如果你是外资 你预期不好 你今天会砍股票还是买股票 但是今天台积电股价怎么走 今天台积电股价怎样走 他已经准备要挑战这个高点了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我不是叫你去买台积电吗 我说同样在台积电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半导体 你可以看IC设计 那IC设计里面 夏老师其实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过一些股票 我那天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说 这是取自于台积电的官方网站 这不是夏老师自己做的 在台湾台积电的VCA的 Members 夥伴的部分 只有三家公司 一家叫F世新 一家叫做创意 一家叫做具有科技 具有科技没有挂牌 所以你只能买到 创意跟世新的部分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这是过去创意的一个股价 你不可能这时候你追吧 追不下手嘛 对不对 但是我当时我告诉各位什么 我当时在跟大家提F世新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它是少数股价 低于净值的IC设计公司 同时我当时也跟大家提到 这个叫做精准预测吧 对不对 我说16奈米比特币挖矿机订单 会在第一季末重启需求 第一季末什么时候 3月底 3月底它开始会反映在3月份 4月份的营收 对不对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回过头来看 这档股票为什么股价可以强 因为它3月份的营收是历史的次高 但是我当时我跟大家提的重点在哪里 我说它历史新高在哪里 在9月份 所以它在过去这7个月 你有没有发现 它股价在平台在低档 在非常非常低档的位置 它营收创下了新高 创下了次高 在过去这7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 这个股票在4月11号涨停板 4月12号股价震荡 很多人不敢买 很多人说 老师这股票涨停板 隔天震荡 这股票一定有问题 结果你不敢买 今天股价再度攻到涨停板 这个股价是5个月以来的新高 我们从35买到39 买了非常多笔 每一笔单都是获利的 一张都没有出 因为今天股价是5个月的新高 所以你看到这个部分 我刚刚跟大家提了 这个时候你不是要自己做 你如果错过了这些股票 世新也好 我们先低档做布局 然后股票往上涨的时候 你可以去收割那个获利 你如果错过世新 你如果错过了新复发 你错过了秦美 没有关系 夏老师帮大家找到一档 现在在低档的股票 去年EPS4.45 前年3.87 今年会比去年更好 与其这些个股你错过了 你不如回过头来好好跟我们一起把握这一档股票 观众朋友不要再自己单打独斗了 找了一个专业团队帮助你在这个行情当中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状况 广告当中可以拨个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个联络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这一刻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